《再见李可乐》最新剧照曝光,谭松韵被闫妮扇巴掌,震撼画面引发观众期待。 11月13日,由闫妮、谭松韵领衔主演的《再见李可乐》再现名场面, 闫妮、谭松韵首次饰演母女,激烈状,引发热议。 在电影《再见李可乐》最新宣传的电影中, 谭松韵饰演的女儿与闫妮饰演的潘燕秋产生剧的误会, 李妍因为成绩下滑严重,妈妈潘要送走谭松韵最爱的狗狗, 同时怀疑女儿在学校谈恋爱,与女儿发生的争吵。 本来因为闫妮饰演的妈妈擅自决定拔掉吴的爸爸的插管, 没有与谭松韵饰演的女儿商量,这件事成为母女心中的一根刺。 母女隔阂一直存在,这次闫妮饰演的潘燕秋怀疑女学校谈恋爱, 不听女儿的解释,导致母女火升级,女儿李妍离家出走,去了同学家。 潘燕秋找到了李妍的同学家,李妍原以等来母亲的道歉, 实际上却是迎来了妈妈的一个亮的耳光。 潘燕秋指责女儿李妍,大晚上跑到一个男生家里, 你还是一个女学生了,你还有什么脸呢? 李妍被潘燕秋当着同学面前善巴掌的一幕, 引发网友共鸣,不孩子的尊严。 潘燕秋作为妈妈永远不会问孩子原因, 只是一意孤选择自己相信的。 所以长大后李妍才会想逃离妈妈, 选择远离妈妈的大学。 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反映设施,还原生活。 电影《再见李可乐》拍出来的画面, 像急了很多网友的小时候, 父母不分清红皂白的责骂, 否定是教育,不会倾听, 尽管爱自小孩,但方式却很窒息。 电影《再见李可乐》中, 由谭松韻和闫妮领衔主演, 一场惊心动魄的母女情仇即将上演。 最新宣传画面中, 观众们惊讶地发现, 谭松韻饰演的女儿李妍与闫妮饰演的潘燕秋之间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有了动手的一幕。 谭松韻在片中扮演着李妍一角, 是一个成绩下滑的女学生。 情节中,因为学业问题, 李妍的妈妈潘燕秋由闫妮饰演 不仅要送走她最爱的狗狗, 还怀疑她在学校有了恋爱关系。 这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母女之间的巨大误会, 戏剧性的冲突一触即发。 最引人注目的情节之一是, 谭松韻竟然在影片中被闫妮扇了一巴掌。 这个场景不仅让观众对影片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也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和热议。 这样的情节冲突让人更加期待电影中母女之间的感情戏份, 以及两位优秀女演员的精彩演绎。 这部电影通过母女之间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将家庭、成长、 人生选择等主题融入故事情节中。 谭松韻和严妮的精湛演技将为观众呈现一场感人至深的家庭故事。 随着宣传活动的不断升温, 观众们对这部电影的期待也与日俱增。 母女之间的战火将如何演绎, 影片中更多精彩的情节也让人期待不已。 《水龙吟》开启, 罗云熙再战影坛, 演技能否再创巅峰? 最近, 备受关注的古装片《水龙吟》已经难主, 而罗云熙则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这一次, 不但是分开发布, 更是三大位播放, 可见罗云熙在节目组中的地位。 这位者, 他之前播放的那些节目, 成绩都很好, 被制作人看中了。 《莲花楼》是这个夏天的电视剧, 也是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 所以在开拍之前, 大家都很关注。 《水龙吟》一部宏大的作品, 来自《易静》的唐力词, 在宋朝的时候, 经历了无数的安怨情仇, 保护世界。 他这番行侠仗义, 悲天闽人之态, 倒和郭靖那天下英雄, 天下围攻, 天下围攻的英雄气味相似。 《水龙吟》不仅仅是以武林为主题, 更是将东方玄幻, 阴谋诡计等时下年轻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让他变得更加年轻, 充满了热情。 有传言说罗云熙在《水龙吟》中搭档, 林允是周星驰一手打造出来的, 不过这些年他一直在拍戏, 唯一一部人气很高剧就是 刘亦飞的《梦华路》了。 林允虽然是明星, 但人气却没有些一线明星那么高, 因此, 很多都认为, 罗云熙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部剧的主角。 在这个看圈子里, 若是一个演员的新戏老是被骂, 被骂, 口碑不好, 那剧组和剧组就皆抛弃, 去支持别的明星了。 所以现电视剧, 为了保持收视率, 都会找大明星来广告。 罗云熙是古装世界的王者, 他能有这样的宣传, 足以说明他部剧的重视程度。 这些年来, 罗云熙因为演了一部古装戏, 被不明所怀疑, 但是从这次官宣可以看出来, 圈内对于罗云熙的评价非常高,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性演员。 我很想知道, 他一部新戏, 会不会再让我们看到他的新戏了。 水龙银是咪咕视频, 联合湖南卫视和芒果电视台, 共同打手部精品电视剧。 据说咪咕视频在这款游戏中, 引入了不少最新技术,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走着瞧。 罗云熙的蛟龙出海。 罗云熙新剧水龙银官宣, 再次读挑大梁的他能否再创辉煌。 这是一场演技与挑战的碰撞, 期待他在新剧中呈现出怎样的表现, 是否能延续其在前作中的出色表现, 更加引人期待。 同时,观众们也对这部新剧的故事情节和制作团队抱有好奇心, 期盼着一部精彩的作品能够再度奉献给观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